美國聯邦氣象及衛星系統 遭駭客入侵 目前網站已經恢復了 全方面的服務 也有消息指出 入侵者是來自中國的駭客 聯邦海洋及大氣管理局表示 他們有四個網站 在幾週前遭到駭客入侵 國家天氣預報系統也在其中 為了阻止駭客 政府部門不得不關閉 災難數據規劃 航空 航運 以及許多其他在線功能 海洋及大氣管理局發言人 證實了這起入侵事件 並且表明 這並不影響 他們向民眾提供天氣預報 維吉尼亞州聯邦眾議員 沃爾夫表示 聯邦海洋與大氣管理層 曾經向他們透露 中國可能是 這一次駭客入侵的幕後操縱者 但是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表示 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之前 就指控中國是不負責任的做法